一个人听说不说我就转头就走了 哈哈哈哈 这边给我这样转身我就走了 哎呀妈还给我几分面子啊是吗 哈哈哈哈 俗话叫做三十六计 走为上级 看咱大妈的反应 也是想脚底抹油 撒腿就溜呀 毕竟咱大爷相亲的表现 一般人还真遭不住 没了以后老黄住了 这影子不行 这影子不行 十年相处活的人比十年还糟醉 老伴走多少时间 七年 但是心梗脑梗都有 咱大姐已是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老伴因为疾病缠身 被病魔夺取生病 自己这么多年来 始终是没有从医埋种走出来 看着自己老家的各种物件 总是能赌握私人详细 与老伴的点点滴滴 过去已成立 使人总得往前迈不走 这次也是勇敢上台追求真案 完了 哈哈哈哈 一想都拎出来了 真专业呀 草原的风 草原的雨 草原的洋区 马大姐这跳得太好了 跳一会儿跳三四年了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大型的 就是个人展示吧 完了就开始了 开始教了一个舞蹈 完了就开始上演了 谁教了一个舞蹈 我教了三分钟 我教了三分钟 然后就开始上演了 我就开始跟完蛋开始学 你是挺愿意教别人教舞的 愿意跳舞的 愿意跳舞的 然后再去学习 那看来你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跳舞 是不是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啊 咱大姐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舞姿 这还特意回屋换了一身意义上 就连音响都给搬出来了 看看人家这动作神态 要不是背影里出现了个大屏幕 咱还真以为人家这是在预风而行啊 都这么大的年龄了 还是不愿意再加六万代孩子 还特意地报了老年大学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这要是年轻的时候条件到位 现在指定也是个 风子错约的大明星 饭不用吃了 吃个大道呢 您好大哥 红娘甜甜啊 我是管你叫大哥呀 还是叫叔啊 叫啥都行 叫啥都行 其实呢 别过我叫大爷啥 我叫大爷啥 叫啥的 这就活多长时间了 那为啥呀 有个过来叫老头 别过我叫老头 叫老头 那老头不就到头了吗 是吧 还是叫大哥写着你 对对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身皮貂皮大衣闪亮登场 真是老奶奶酸被窝 给爷整叫了啊 咱大哥这是生怕自己被叫老了 老头老头走到头 但是咱大哥这一头稀碎稀碎的头嘛 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我把握之杖 这要是提前准备好的假发头套 这颜值气质指定 是能提升几个档次啊 盛了块有150元 这院呢 对一千多年 我看你这边这个苞米 你这咋得个地下呢 不上了 完了呢 养年以后我就去卖了 那这不湿吗 你放地 不湿 两大堆苞米得多少斤呢 得六万多斤吧 六万多斤能卖多少钱 能卖七块两块钱吧 你现在种多少地 两少多地 连工资的话十万块钱吧 你还有工资 你就是工资 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一年 大概能收入十万 农村的话 吃菜啥的都方便是不是啊 都是绿色食品啊 也不下饭 也不下化肥 特殊好吃啊 是喜欢农村的生活吗 是啊 对啊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人家这房子 可足足有一千多平米啊 这占地面积可顶上 四个家啊 这要是在七七墙妈妈西 这也是个妥妥的豪华大别墅 咱大哥这包米的收成 足足有六万多斤 真是留姥姥进大关园 大开眼界啊 虽然说现在有机器自动化技术 但是咱大哥 这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 能靠卖包米一年赚六万块 再加上自己工资收入 这一年十万块就塞进腰包里了 这功夫水准真的是顶瓜瓜啊 我不懂 最多说话卖过的话 3100多袋 一年啊 那一袋花了十五块钱 你就算了 3100多 3100多袋 玩了这个十五块钱 光提这个一年提四五万块钱呢 是啊 这种吧 不太可靠了 多数都是套牌 籽的吧 存不存的话能看出来 它那是 它这衣服根吧 它也是白衣服根 它那籽的话就是存 那里头的 它一袋根吧 它都是有红的 来年的重的话的 这包米碎的话就是白衣了 白衣 那就不存了 所以后来你不卖了 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袋 袋跟这个里边的这个包米 它不一样 而是然后你觉得不好 那就是套牌了 这也有活不都是为了钱嘛 是吧 嗯 为了钱嘛 但是它得 得或者得 办事得实力 就糊弄老百姓啊 是吧 你这 你糊弄你的客户的话 就等于糊的给 糊弄自己 听了大哥为人处事的风度 咱也是司马懿扶诸格 佩服的甘拜下风啊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咱大哥虽然手头紧条件不好 但是人家也不会 没着良心赚黑心钱 都是农民出身 都知道各自的不容易 一打知道这种子 变了样品质不好 咱大哥也是坦荡荡荡 坚决被黑市里同游何无 就这是淳朴正直 踏实能干的大哥 咱看这次相亲 指定是能成成功报的美人归啊 丢了吗 他说的是丢 我也会说的是 是存实的 假的 你花多少钱买的 花五千多钱 大哥你停时得花钱呢 要不然又有工资的话 也够花了 你看看我的工资 看我的工资 对 3102元 大哥 你现在还使这个老年级呢 现在啥的 只能给哪 两手机啊 三个呢 三个 为啥整这些手机啊 两个老年手机呢 那你整这些老年手机卡啊 有时啥 没有电的话 就是那个吧 那你几个电话卡呀 三个 那你这电话卡 都不都有消费吗 交费交交费 没事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不露啊 咱大哥还真是随心所欲 潇洒自的啊 就人家身上这件貂皮蛋衣 那可就是得五千个馒头起步啊 自己挣的钱 想咋挂就咋挂 就连手机人家都有三个 而且还各自装着个手机卡 这个月的花费也得一两百啊 但是在咱土豪大哥看来全都是 天空飘来窝子 那都不是是 这一年的收入都有十万起步 这么多年积攒的实力 那指定是不容小觑啊 青菜啊 火的红金骨 对啊 到时候自己还能吃着自己种的绿色食品 对 不紧张 不紧张啊 不紧张 我看了看 就像看太多了 哎 出来了大哥 大哥你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哎呦 哦 放个手啊 你俩现在那啥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互相先认识认识是不是 对 我姓万 叫万福海 大姐呢叫啥 我叫张树燕 张树燕啊 哦 等着等着花都谢了 哈哈哈 老头儿挺幽恶的 幽恶呀 嗯 嗯 我这人可幽默了 乐说乐笑乐唱 大姐也乐一唱 哦 也乐唱啊 哦 不是一家人不是家家门是吧 对 哈哈 哎呀 就没想着我 哈哈哈 身高啊 嗯 狗长得挺丢的 看我那些都保密多少些 嗯 能打多少知道 不大 嗯 六万 六万种 你是成李啊 啊 成李啊 哦 哦 我看他至少介绍一下啊 啊 我这个工资的话有一个月三千一百多 收入啊 能能十万左右为年 收入少啊还是少点 一年十多万还是 多发呀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今年收入十 过年不一定收入十 他就是没有他就是没有这个他一年还四百 真是唱戏的古汉剧本 属实离谱啊 大哥大姐两人一见面 大姐的表情就有些扭念不自然 咱还以为是头一次相信脸龙害羞呢 没想到是觉得大哥的收入太少啊 属实是最汉耍酒疯 无理许闹啊 人家那些退休工资三千四千的遍地都是 但是这合计一年下来也不到五六万啊 咱大和相比之下 可是足足高了一倍不止 难不成咱大姐的数学算数 是体育老师带班教的啊 我给大家八个香蕉 不要不要谢谢 不吃也得吃一口啊 不吃 胃不好我都不乱吃 就一天一个苹果吧 确实是有点凉 有点凉是有点凉 给我啊 你吃吧 我年轻我发凉了 好好好 那又来一个 坐大姐坐 坐着坐着 坐着 上康 不了不了不了 不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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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康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快点动脚 你上康 看着可一会了 我不了 我不了 大哥 那你已经挺热情的 哎呀 来到我家了 就是啥子进屋后 我也得找的找的 是不是啊 就来要饭的话 咱们得打得得吃饱了 是不是 一留一会啥 给咱好印象 给你了 我都拿热火了 给你了 这是刚才大哥给你的那个呀 那你吃的 那给你啥你都不吃了 咋的 是因为没想中 所以不吃了 对 还是真的 我要想中我就吃了 哎呦 妈 都落锅了 我没有 他那像我们的脖子都伸这么直 他都伸不出来了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都说乡亲眼圆战一半 这刚见面话都没说上呢 就已经不及格了 咱大姐也是普通的感触 实来实去 实言没有看上大哥的人 觉得大哥驼背形象不好 纵使大哥再热情再费心思 那也是热脸气冷屁股 体质挺好 体质好 嗯 我身上全是肌肉 没有脂肪 我这不是肌肉 我这得高个鸡蛋呢 你看 吃了个高鸡蛋是吧 小鸡 你能不能看出来说大哥 对你挺有好感的 一直表现自己 真的 对 这又给你拿这个 又给你拿那个 嗯 又展示自己的肌肉 一听说人家说自己身体不好 咱大哥也是当机不利了 一负一先 就把这鸡蛋大小的肌肉露了出来 自己虽然公邀驼背 但是这一年包米六万的实力 那可是有目共睹实打实的 这要是身须体差 那指定是完不成这么大的工作量啊 咱大姐看到大哥积极踊跃的表现 又是拿水果又是嗅肌肉 也是蜈蚣吃萤火虫 心里明白 大哥就是打心里忠于自己了 别再让我动着希望 别再让我天才想 谁是我的新娘 我是你的新郎 哎 你快快来到我的身旁 这首歌唱出了你的 唱出咱俩的话感情是吧 哎呀 你的东张希望好几年了吧是吧 嗯 七年啥好几年呢 啊啊 七年了 七年了 看几个对象呢 老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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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为啥要选这个歌啊 那是十个啊 看对象我是十个吧 性格还行 有说有笑 对 对 大哥那两嗓子你觉得唱的咋样 还行啊 不好跳 那大顺唱歌不好跳就行 山洞水富一无落 柳安花名又一村 咱看这星星是否可以燎原啊 咱大姐先前直言 自己就喜欢唱歌跳舞 要是以后能找个大班配合的老伴 那不就是广场上最璀璨的明星啊 大哥也是当机一阵歌喉 鸭香底的情歌都给搬出来了 这不就是顺了大姐的心吗 一个人听说 不说我就转头就走了 哈哈哈哈 这个别人给我这样转身我就走了 哎呀妈还给我几分面子啊 是吧 哈哈哈哈 嗯 不行 能上这儿咱们个城里待过 能上这儿来吗 你就是夏天来度个夏还行 待几个月 这大两天的我的马烧炕 咱能来吗 那当时我跟你说 我说大哥在农村 你是没想到这农村这样吗 还是跟你想象的农村不太一样啊 因为有的那农村屋里都有变水啥的了 人家上下水道都可好了 他的条件就是农村 这农村是农村的嘛 再考虑考虑 再考虑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吧 就代替了 没想懂 这意思知道 你看是不是 咱们走 谢谢大哥 那 大哥给你过去 最后也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 咱大姐就是铁了心的看不上大哥 纵使大哥拼尽全力手段进出 但还是换不来大姐的回眸一笑 也是话坨有头 没救了啊 咱大姐的要求还真是高啊 看来是一点也不紧张啊 自己 撑门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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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哎 天 我这样好啊 大哥大姐 你们两个彼此做一个奏剑 你好 我姓猴 叫猴宝贵 好 五四年生人 大姐呢 我是五七年生人 五七年属记 你叫啥呀 没说呀 我叫张学院 对大哥第一印象咋样 这不行 太瘦了 太瘦了 他还挺高的 多瘦啊 好像很病 他有的人他就是瘦人 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病 他没啥毛病 他就是瘦 他有的人吧 就是瘦 太瘦了 老爷们一点兜都没有 你喜欢稍微厚实一点 对对对 那瘦这块是啥意思 你觉得 瘦 瘦 一米七 他一米七三 好像也不嫌瘦 你对大姐第一印象咋样 还挺好 形状上是没说的 哎呀 那你差在哪 身高还是差点 大姐跟你站在一起 对不挺般配的这身高啊 还是同样的穿着 还是同样的红娘 就看这次结果 是不是和上次一样了啊 没想到刚一进门 就让咱们大点眼镜 红娘问大姐 对大哥的印象咋样 没想到大姐也是笑笑腰头 直言大哥个子太 身材还太瘦 而且还直言大哥有病 真是背骨上门 讨打啊 咋人瘦就有病了啊 胖说人家有三高瘦了 说人家有病 咱看大姐这是跟咱开玩笑的吧 大哥那你为什么 那要找一个大客人呢 为啥呀 因为这我原来 比较差不多少的呀 你不能老拿你原来的那个比较 我都是 他再好他走了 所以你不能说 再来一个人 你再找一个新的伴侣 你老拿过去的比较 人跟人是不能比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和他的短处 这是不能比较的 你如果一直在比较中这个生活 你也会不幸福 所以就是当下有的 咱们就珍惜 是不是啊 大姐看不上咱大哥 大哥还看不上人家呢 直言相亲 对象没前任妻子形象好 咱红娘也是扁的挑水 心挂了两头 这双方的印象都是差的不能再差 想要把这个给圆回来 真是从湖南到河南 南上加南啊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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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是的 厉害吧 你尝尝我这还没起锅呢 这个 不尝我吃了两个年花勺 那让你尝尝你咋没尝尝呢 我吃得饱我就不乱吃了 这是真的是吃饱了不乱吃 还是觉得演员上有点差点意思 完了我就 也有一方面 这是你家老伴啊 对 因为他还挺胖的 走的时候 临走的时候还有130 你看跟我差不多点 这个什么刚好 哎呀 身高还是差 两个人说 站在一起 你看起来差不多 挺般配的就行呗 你非得纠结 哎呀 差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 啥用呢 对不对 你们得看出两个人性格脾气 能不能合得来 三观一不一致 是不是 能不能捞一块去 说来说去 两个人又聊回了身高的问题 看来呀 身高这身 始终是侯大哥心里 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站在我中角好像是 做个朋友 还是差身口 我是最看重的这一点 长得不行 高啊 挺棒的 我喜欢这种 我不喜欢 敢不敢 那个 也不好意思 做个朋友吧 行行行行 好 好 好